日本防务大臣北则俊美目前正在韩国访问 双方的会谈可能使日韩两国更加接近达成防务协定 这样的协定将是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 北则俊美和韩国国防部长金宽震定于星期一举行会谈 朝鲜最近采取了一些行动 包括在去年11月炮击韩国岛屿并造成人员伤亡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和韩国将讨论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问题 预计双方还将讨论两项尚未签署的 关于交换情报和军事物资的协议 美国武装部队最高将领海军上将马轮 在最近访问该地区期间 曾呼吁日本在保护韩国免遭朝鲜袭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与日本结盟的问题在韩国仍然存在争议 许多韩国人对日本当年的残酷殖民统治耿耿于怀